这是你十月必看的热血心烦 男主只是触碰了一个发光的神秘魔盒 谁曾想就此走向人生巅峰 只因那个魔盒中封印的机械臂 是拥有生命的外太空生物 一旦找到合适宿主就能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而男主就意外获得了这股神秘力量 只要他想就没有一拳打不倒的敌人 而这么强大的机械臂 已经落在了名为敬的邪恶集团手里 即将面临被强行改造的风险 成为一个毫无思想的战争机器 不久之前 男主在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忽然看到前方直冲云霄的光 原来就在刚刚 那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来自保卫组织的少女村雨从天而降 只身潜入集团内部 偷走了那装有强大机械臂的神秘魔盒 随后利用自身机械臂快速破窗而出 但很显然这座大楼戒备森严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大量的守卫就包围了他 可少女却满脸的不屑 要问他为何有如此自信 只因他一个人身上 就寄生了两个机械臂 眨眼间就放倒了眼前的守卫们 这时他们只好使出了 专门针对机械臂的武器 少女被控制住之后 一个白毛出现了 他是集团内部的一个精英干部 干部的实力可不是杂鱼能力 一招突袭就把神秘魔盒抢了回去 与此同时 他还嘲讽少女不要自不量力 因为在他看来 所有的机械臂都不过只是道具而已 就算少女有两个机械臂 但如果他不会正确使用的话 机械臂再多也只是一推垃圾而已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少女的两只机械臂 却都拥有自主的意识 只是一瞬间 少女凭借机械臂的力量一跃而起 开始朝着白毛发起猛烈进攻 两人实力不相上下 战况也愈演愈烈 就在这时 少女抓住时机 利用碎石击落了白毛手中的东西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因为用力过度 装磨合的瓶子竟然不慎被打破 于是下一秒 一股巨大的光束冲天而起 而这一幕恰恰被男主从不远处撞见 他不明白具体发生了什么 只记得耳边莫名听见一阵奇怪的求救声 还有个发光物体掉落到了某处 原来男主是一名在读高中生 隔天他一如既往地去上学 但他对昨天的所见所闻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他便将昨天拍下来的发光高楼照片 拿给了同学们看 但却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他 只因他拍摄的视频中什么都没有 怀揣着好奇心 男主次日放学就跟随记忆找了过去 而奇怪的是刚到那片区域 男主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求救声 而这次就连同学们也都听见了 男主这才意识到 如果第一次是幻觉 那这次绝对是真实存在 男主当即去寻找源头 可不料刚靠近那里 身后的警官突然说前方被道路封锁不能进入 说完后对方便直接离开了 也就在这时救命的声音再次传来 出于见义勇为 男主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 连续走了几个道口后 他终于发现了声音的源头 在一个隐蔽小巷 他发现了一块闪闪发光的魔盒 望着这个神秘物体 男主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主准备去触碰 可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发生了 男主在触碰他之后 似乎就完成了某种激活的步骤 随后魔盒一跃冲向高空 伴随光芒闪过 魔盒就已经从天而降 寄生到了男主的衣服上 紧接着再次爆发出了一道冲天光柱 如此一幕 也让正在附近大吃特吃的少女看见了 显然现在该他干活了 与此同时 这种新奇的事物男主从未见过 他把身体全缩成一团 害怕得瑟瑟发抖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如今他的后背上 已经长出了一只机械手臂 更没想到整个手臂居然还口吐人言 说自己得救了 知道有人在身后喊自己 可转身却是什么人也没看见 两分半才反应过来 自己身上莫名多了个会说话的机械手臂 任谁看了都会被吓个半死 不等男主搞清状况 机械臂就表示男主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今后将一直跟随男主 对此男主可是避之不及 下一秒就要强行把对方从衣服上扯下 可不料机械臂居然粘在了帽子上 也就在这时 一架无人机找了过来 在检测机械臂就是集团丢失的物体后 接着就掏出了两把锯子 声称要先把男主制服 见状男主是真的服了 立马把腿就跑 男主明明把衣服都脱掉了 但机械臂还是死死抓着 他的裤子不肯松手 无论如何都甩不掉对方 就在二人推拉的瞬间 无人机突然朝着他们袭来 吓得男主连忙把机械臂挡在前方 关键时候是机械臂及时挺身而出 正面接下锯子 并让无人机瞬间没了战斗力 男主还在一脸猛逼时 更多的无人机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看来想要活命 势必要杀出一条血路 另一边集团的高层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原来机械臂被一个普通少年给结合了 在他们看来 这只机械臂本就是他们集团的仪式物品 而男主则被认定为意外卷入纷争的普通市民 对此他们将回收机械臂作为了优先目标 而男主的死活他们根本不在乎 与此同时 男主已经急忙找了个安全地方躲了起来 此时他才想起询问机械臂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他目前唯一的目的只是想对男主报恩 殊不知下一秒 男主直接抛下他选择离开 毕竟现在机械臂已经能自己行动了 更何况男主也不想沾上麻烦 可不知为何 男主只要和机械臂分开一定距离 机械臂就会陷入虚弱状态 于心不忍下男主决定做个小实验 不久之后他得出实验结果 那就是机械臂没自己就不行 自己似乎成了这只机械臂的充电宝 温柔的男主最终还是同意机械臂跟着自己 而机械臂想的男主对他这么不离不弃 那他在接下来的逃跑中 一定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可此时此刻 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另外还有一波势力也盯上了这只机械臂 就这样继续跑了一会后 路痴的少女村雨终于是找了过来 刚见面他就把男主扔到了自己身后 并以雷霆之势摧毁了无人机 虽然村雨的样子很可怕 但机械臂也终于得知了 原来自己的名字叫阿尔玛 然而就在这时 昨晚和村雨对战的白毛也追了过来 趁着双方开打的时候 男主迫不及待就想开溜 可这一举动直接让村雨愤怒暴走 他本想着去追逐 可结果白毛根本不放过他 虽说少女被缠上 但源源不断的无人机朝着两人袭来 阿尔玛在想今天恐怕是难逃一劫了 而在这整件事情中 男主都是被无辜牵连的存在 于是他让男主忘掉他快跑 怎料男主却并不打算丢下阿尔玛 虽说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他也明白有些事不能退缩 不然自己会良心不安的 而那名神秘少女村雨也在不久后追了上来 如今白毛已经被他击败了 随着村雨越发逼近 也许是受到男主意志力的影响 阿尔玛突然有了一招破局之法 而这只需要男主大胆往前跑就行了 这也让男主想起了那个站台标语 虽然有些无语 但男主还是乖乖照做了 在机械臂的驱使下 男主突然一个飞跃 这世大力尘的一拳不仅把村雨打猛逼了 还让他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男主自己都猛逼了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一个机械臂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赶紧离开这里 逃跑途中 男主还主动做起了自我介绍 另一边 在高层集团中 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 磨合竟然会与一个普通少年结合 接下来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是时候拿出他们的杀手锏了 与此同时 一个虚弱的男孩来到被偷走磨合的地方 他十分愤怒有人偷走了属于他的东西 至于他的真实身份 暂时不得而知 另一边 任务失败的村雨也接收到了下一步指令 第二天一早 男主带着阿尔玛去上学 他对周遭的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十分好奇 男主虽然有些无语 但还是决定暂时收留他 本以为这下终于能过上正常生活了 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上学 村雨就以转学生的名义来到了自己班上 不给老师宣布座位的机会 村雨就主动拿起了一张空桌子 毫不犹豫地坐到了男主身边 拿到阿尔玛的男主 就此被卷进了两大组织的争端 一个是直接潜入他的班级 另一拨人则从外面监视着他王的座位 其中的女孩托斯是个失业闹 男孩瓦娜却是个妥妥的恋爱闹 只要能和托斯一起做任务 哪怕被掐他也只会爽到 此时的男主还并不知道 他真正的危险来自外界 还全心戒备着追到班上的村雨 他连忙跑到厕所和阿尔玛商谈对策 可紧张的似乎只有他一个 阿尔玛看起来毫不担心 反倒是玩着卫生纸玩得不易乐乎 虽然他觉得村雨并没多少敌意 但男主压根就不相信 感觉还不如报警 直到他都被卫生纸埋了 他纠结的思考才被打断 而村雨和他裙下的两个大笔 也猛地从隔间冒出 他可别想逃出他的手掌心 就算警察也照样要听从他们的命令 防卫组织本来也没有伤害男主之意 反而会保护他的性命 孤男寡女怎么就在男厕所里贴贴上了 男主只想撒腿就跑 而村雨也是立刻紧随其后 让路过的白山同学吃到了大瓜 毕竟从村雨刚进班开始 他就很明显是奔着男主来的 就连男生里面也忍不住开始八卦 可男主又不能提神秘组织机械笔 也只能语焉不详地打哈哈 眼看村雨又要找上门来 男主吓得再次秒速逃窜 就连阿尔玛都觉得他太耸没出息 他又不可能在学校当中伤人 村雨本还忙着寻找男主的身影 突然就被白山从背后进了身 软妹女还一脸天真的微笑 但村雨的眼睛却瞪得像统领 然而白山并没介意 依然坚持努力贴贴 用心的手做饼干女子力满分 硬是把村雨的可爱一面都勾了出来 还升级成了可以直呼名字的关系 要是这么看来 他完全就像个普通单纯的女子高中生 男主的紧张情绪放松不少 但他还是不想主动搭话 直接在天台上就地开睡 甚至还戴上了降噪耳机 结果他就又错过了女孩子们的大计划 最爱吃瓜当小红娘的白山 开始了他误会之下的大撮合 傍晚的放学铃声中 白山微微笑着向男主靠近 谁看了谁不以为是要递情书 但他实际上拿出来的东西 却充满了诅咒气息 而且果不其然是出自村雨之手 白山称怪着男主不够绅士 怎么能让女生白白寻找一天 如果他们这么害羞 那他就来帮忙创造个二人世界 于是他一把就将男主推进就笑说 甚至还要在外面把风 其实就连村雨都没想到这个展开 但这次的八卦助攻真是帮了大忙 两人终于被迫开始好好交流 村雨坦诚他来自防卫组织 并被任命为阿尔玛的护卫监视器举动 而且还要把他带回总部 如果真是护卫的话 听起来其实还挺安心的 村雨的任务目标其实只有阿尔玛 不过若两人现在已经结合 那就是两位一体的关系 一起跟着他们走就完事 男主难免还是有些抵触 可阿尔玛却已经主动投敌 对方看起来没什么恶意 好像还很了解他的事 这正是示意的他很迫切想要知道的 考虑到阿尔玛的心情 男主又心软了 虽然他还不能完全信任对方 但他可以答应跟着一起走 不过在此之前 他是真的很想问问 究竟为什么会人机分离十米自动锁定 结果这波就连村雨都十分傻眼 原来阿尔玛结合的对象压根就不是男主 而是他身上的连帽衫 可这根本不可能啊 机械必须要的能量 本该只有人体能提供才对 他CPU都要被干烧了 只想赶紧再多做一些调查 男主被壁东的只好听话 再次让阿尔玛爆发力量 然后就华丽丽的失败了 男主生怕自己被拉去人体实验 抱着阿尔玛再次转头就跑 早已顾不上走廊不能奔跑的笑归笑点 倒是村雨非常遵纪手法 既然他会飞那就不算乱跑 男主见此更是吓到魂不守舍 然而白山却又堵在外面不让他逃 可怜的他只能腹背受敌 村雨本来都已经追丢 两个机械臂对着前进方向各知己见 但既然如此 他就既不选左也不选右 而是果断向下 正好将男主齐了个阵阵 他实在搞不懂对方逃避的军动 如果想当敌人就把他做掉 如果想做同伴就听他讲话 一位逃跑算怎么回事 如今他已经看出 阿尔玛和男主其实压根就没结合 而是在自主行动 群下的机械臂们也积极扎扎着 男主肯定是利用他施意欺骗他 如果男主想反驳这点 那就要主动证明 他们之间确实是有连接的 阿尔玛很想帮忙证明男主的清白 可他现在确实需得没一点力气 他的确无法从男主身上吸取能量 甚至还要受分离虚弱的负面影响 正当男主大受打击之际 白山冲了进来 他听见了楼层崩塌的巨响 可他一进来看到的却是两人的骑程 这下他直接连门都不敢继续守 生怕再听见什么转头就跑 男主也趁势赶紧溜走 他确实把逃跑速度点了最高 但白山的溜走 其实是给了监视二人组可乘之机 他们都蹲在这等半天了 总算能堂而皇之地找上男主 男主一眼就认出了进组织的文章 昨天就是他们的无人机 差点把他一波带走 听到这话的瓦娜露出邪笑 所以今天他不会再差那一点 他当场就掏出了机械臂果断袭击 发出的声波攻击竟然能直接攻击精神 趁他病要他命 瓦娜立马开门 想给楼上的搭档一个狙击机会 要不是阿尔玛反应极快 男主这波大胆是真的要被打穿 但有了这个喘息时间 他总算能跌跌撞撞地爬起来逃跑 狙击继续顺着窗缝向着屋内打来 男主真觉得今天他小命休矣 可是阿尔玛更在意的是 为何竞技团手中的机械臂 看起来都像是无意识的死物 不过男主现在哪有心思讨论这个 他逃他们追他终究插尺难飞 眼看他又要被硬控射成筛子 关键时刻还得是村瑜帅气救场 两个对立组织成员再度相遇 一时谨慎的都没有直接动手 原来村瑜还被称为传说中的双臂 但村瑜对着近组织则满是不屑 毕竟他们使用的 都是被夺去自我意识的机械臂奴隶 他们都只把机械臂当作道具来操纵 组织理念可谓截然不同 也怪不得互看不爽 然而只是一时不差 他就被升锅精神攻击到 即使刚正面中招 他也仍想着让男主赶紧找地方逃 这里犹太一个人来战斗就足够 绝不能让阿尔玛被夺走 对面的二人组 也找机会商讨好了作战方案 瓦娜会将他们引到最适合狙击的位置 大战一触即发 心累的男主好不容易脱离战场 却又被阿尔玛拉住了命运的后搏梗 他们就这样逃跑真的好吗 至少他不能看着同伴独自孤军奋战 说着他就自己拽着连茂山脱离 还专门为男主轰出了一个小洞让他逃 如果男主真是明哲保身之人 现在就该果断转身跑掉 可他心里明知阿尔玛会分离虚弱 又怎么可能狠心转身离开 他的这份亚撒西的坚定 就注定了他们终将并肩战斗 既然真的要打 那男主肯定要先想个战斗方案 首先就是要解决那个声波攻击 另一边的战场上 瓦娜一旦自顾自玩起来 就会突然失联 托斯十分无奈 也只好亲自出手查看 但实际上是瓦娜早已打赢 还将时宇的双臂 都绑了个结结实实 瓦娜最爱强势的女人 却很看不上只会逞强的人 他立刻就将战利品 乖乖交到托斯手里 眼见双臂如此凄惨的模样 托斯甚是得意 不过他们的任务还没结束 还要把二马找出来 这不是巧了吗 话音未落男主就正好主动现身 但他这波可不是有勇无谋 他那优秀的降噪耳机 终于能够派上用场 可他就算能躲过声波攻击 他自己却是完全不能打 回头一看他这才刚发现 队友怎么已经成了个小趴才 亏他还想专心做个辅助打住攻 那他们现在只剩一个方法 就是先把唯一的战利村雨救出来 在一阵击飞狗跳的枪声中 村雨身上的束缚总算被解开 形势瞬间逆转 一旦把托斯挟持 瓦娜就在没有一战之力 只有被一脚踢飞的命运 激烈的战斗之下 旧孝舍终于再也支撑不住 托斯健壮果断撤退 连看都没再看瓦娜一眼 可他就是喜欢他这冷漠又强势的性格 依旧愿打愿挨的超爱 最终整栋楼轰然倒塌 这时收拾残局的同伴们才姗姗来迟 男主终究还是被带回了防卫组织 领导埃尔吉斯向着他自我介绍 他们无法认同竞技团的理念 不能接受将机械臂当作奴隶道具的做法 所以才与其对立 是要将他们从竞技团的掌控中解放 与埃尔结合的机械臂 看起来简直就像阿尔玛的换色版 尽管他不记得了 但他们还真就是失散多年的兄弟 眼看阿尔玛就想加入防卫组织 从此为机械臂和人类而战 说实话男主好想逃但却逃不掉 他刚努力想要做好心理建设 却发现一切竟是他自作多情 组织其实只需要阿尔玛的力量 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上一集嚷着被抢了阿尔玛的白毛 开始了每天的锻炼日程 可男主却什么都不用干 只需要在旁边当个花瓶陪练 之前的他终于被科普了各种机械臂常识 机械臂的原动力 正是从人类精神中产生的能量 可男主的精神力却是低得可怜 这数值谁来看谁都觉得寒沉 比一般人的平均值还烂 压根就不是做机械臂史这块料 他让阿尔玛从沉睡中醒来固然有功 却也让他成了又失忆又结合连冒山的半吊子 虽然现在两者不可分离 可男主却根本无法引导出阿尔玛的力量 他只需要任命当个无能的挂剑就行 男主背对的哑口无言 只有阿尔玛还试图维护他 但他能说的其实也只有苍白的亚萨西 根本说服不了数据至上的科研人员 这时另一个开口帮忙的还是村宇 他也相信男主有引出阿尔玛力量的资质 还亲自申请了要来锻炼他 然而时间回到现在 男主这部还是完全没能参与训练 村宇当场发表重要讲话 所谓精神力的能量就是要靠气势 所以男主需要锻炼的其实是气势 他自己不是也说过 很想成为阿尔玛的助理 这时组织突然来电 通知了一个坏消息 最近突然发生了数起强拆机械臂事件 来人会从机械臂使身上强行剥离机械臂 很明显凶手就是那个绿毛 但没有上帝视角的组织仍在推测查明 他们必须趁早取回被夺走的机械臂 被强拆的人类可是几天后就会死 因此这种行为根本就是在杀人 人的精神力能量在被强拆机械臂之后 就会从结合部分全部流失 关于这东西目前还有各种未解之谜 很明显不只是燃起气势那么简单 这股能量对人类的生命力有很大影响 所以机械臂使的运动能力都会比常人强很多 但男主的这种情况倒是有待观测 现在还是要优先保证阿尔玛不被抢走 望着被伤害同伴的模样 村宇又念叨起了重行这个词 尽管被提醒了不要动用私情 他还是坚持想要私下里开展调查 另一边的晋级团中 他们也正忙着查证绿毛的去向 这个一族支持 竟敢将那未完成的人造机械臂带走 振兴三科试图接下这个寻人任务 但却被一旁的咪咪眼讽刺 上次任务失败的二人组部也是振兴三科的人 此事还是应由他们白鸭接手 男主和村宇四处寻找着线索 正好就遇到了这群忙着找人的暴走族 从这些人的嘴里我们才得知 原来这绿毛竟是社长的弟弟 怪不得找他的活大家都抢着干 村宇一见晋集团的人直接就硬刚上去 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重行机械事 他这也太实诚了 对面一听他知道机械臂 又怎么可能随便回答 转头就想把两人抓起来 村宇一见又要打架 只好再次从群下掏出两个大笔 对面这才发现他的身份开始慌张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男主又被波及地往地上一爬 然后还正好看到了后面藏着的绿毛 他正一脸痛苦地在那喷药 男主一看还以为他也是个倒霉路人 上去就想帮忙 这帮人打起来简直就像哈士奇拆架 四处都搞得霹里啪啦 直到双方都注意到男主和绿毛那边的情况 对面的小头目一发现要找的目标 赶紧变了个摩托车就冲出去追 但村宇却一时被人拖住了手脚 此时的男主还忙着当正义使者 殊不知他怀里护住那个才是最危险的 眼看男主要被伤害 阿尔玛不惜暴露身份也要现身 这下绿毛也知道了 原来阿尔玛竟在他身边 等大家的视线都被赶来的头目吸引 绿毛倒是转眼又溜走不见 可男主身边的阿尔玛还挂在那 这同样也是组织的任务目标 简直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下被盯上的又变成了男主 真是救人不成反惹一身心 他俩只好又开始击飞狗跳地跑路 关键时刻还得是村宇现身美救英雄 把暴力美人惹急了绝不是什么好事 吓得小头目只敢在威胁中连连求饶 解决完敌人村宇就又开始审判男主 为什么擅自离开他身边 男主小声嘀咕着 因为他看不得小孩子被卷入袭击 但村宇根本不想听借口 要是因为他的擅自行动 导致阿尔玛被抢走该怎么办 虽然他曾为男主说过好话 可他现在确实毫无力量 不许再做多余的事 这下男主也应急了 他明明就只是倒霉被卷进了威胁 却还要成天被说脚 这次不也要怪村宇把他撞飞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楼上的绿毛狠狠吃瓜 没想到还能让他看到一出内哄大戏 这何尝不是种意外之行 而男主前脚刚走 下一秒绿毛就展现出了他那人造机械臂 开始单挑村宇 村宇也敏锐地察觉到 这家伙就是最近案件的罪魁祸首 阿尔玛本来还想劝说男主别闹脾气 赶紧回去和保护他们的村宇好好道歉 手机里却突然弹出了消息 那上面赫然是村宇被剥夺了机械臂的照片 绿毛还故意和男主通了个电话 如果还想保住村宇的命 取回被剥离的两个机械臂 男主就一个人过来用阿尔玛交换 为防止在原地碰上援军 他还特意换了个地方给男主发定位 男主的手机完全处于防卫组织的监控之下 因此首领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 但比起村宇的安危 他还是优先选择了保护阿尔玛 再次被人重申什么都不用做 男主只感觉满心挫败 他确实就是这么无能 可阿尔玛却大声反驳 这种评价根本不服 他是个想做就能做到的男人 就算男主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阿尔玛也一直把一切看在眼里 如果当时男主没做心软的神伸出援手 他们从一开始就压根不会相遇 男主明明就是凭借自己的意志选择了守护 虽然男主仍然没什么自信 要不是有阿尔玛在身边 他一定什么都做不到 但现在的他却已经不是孤身一人 最终他还是独自勇闯了废弃仓库 而且一上来就感觉到了被刺 凶手怎么会是他刚才保护的绿毛 男主试图要回村宇的机械臂 绿毛其实对这双臂并不在意 但在得到阿尔玛之前 他也不可能归还 据说得到他的人就能获得最强肉体 那么现在就先让他见识一下他的力量 男主勉强跟着阿尔玛的动作鼓励 总算突破了重重防线 可若是想夺回人质还是有点难 绿毛一边出招一边还要打嘴炮 他之前听到了两人的吵架 男主是不是总被人批判无能 很想让周围人认可自己 然而像他这种懦弱的人 就算得到机械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注定还是什么都做不到 但男主文言不但没有一举不振 反而是密码正确生出了更多勇气 在打斗之中绿毛也稍显乏力 之前他躲起来的脆弱其实也不是演的 他正是为了更换这糟乱的身体 才那么想获得阿尔玛 最终男主还是没能逃离他的魔掌 阿尔玛惨遭剥离 可绿毛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这被剥离的机械臂竟然还能自主行动 毕竟他压根也没和男主结合 在场唯一受害的就只有破碎的莲茂山 望着向自己艰难爬来的阿尔玛 男主也努力动了起来 他再次回想起初遇的那天 为了守护为了拯救 哪怕是最懦弱的他也能行动起来 对波佐必输 主角的暴肿手袖怎会被任何人破坏 逃禹的威者 跳搭曲 melee前四甲 的力、制造 总算一拳干翻绿毛 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 那个咪咪眼却又突然从天而降 男主再度紧张起来 咪咪眼一开始其实只是想捞回小少爷 完全没有开打的意思 不过村雨的双臂战利品他也不会归还 男主健壮再次坚持站了起来 他们今天必须把这东西留下 咪咪眼本想顺势就将男主解决 却被小少爷拦住了手 表示男主是他认定的猎物 咪咪眼长叹口气 也只好将双臂丢回 既然少爷都这么说了那就重重吧 反正他们总会再见面的 危机总算彻底解除 阿尔玛却还是有些迷茫 为什么他就像的唐僧肉一样 总会被所有人盯上 而在弄清楚一切的真相之前 男主答应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病床上的村雨终于被装回了双臂 男主也在天台上进行着战后修整 用针线胡乱缝着被撕裂的连帽衫 这布料和阿尔玛可是痛绝关联 一针一针都仿佛扎在他的身上 刚恢复了的村雨就立刻找来 两人的气氛一时尴尬 毕竟在遇险之前他们还在吵架 男主问出了一直好奇的问题 村雨到底为何那么执着于案件调查 女孩也忠于坦诚 其实他是在找他家的仇人 重行机械壁史便是唯一的线索 可惜绿毛虽然是这次事件的凶手 却和他家的是无关 村雨不经意间露出的真情识感 意识令男主动容 但他却迅速夺过他手中的针线 让那点小文艺的气氛迅速切换 经过这次男主救他一事 他也同意了男主直呼他的名字 两人本还在针对连茂山纠缠 却又让郑巧进来的白山撞了个阵阵 这下误会更大了 可惜村雨完全就是个木头 对恋爱的在意还不如刚刚拿来的小饼干